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Jo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制作火龙果吐司 高筋面粉 糖 鸡蛋 火龙果 酱母 海盐 牛油 水 还有吐司模 融果放入煮锅 倒入水入煮锅 盖子盖上 5秒 速度15 把周围的火龙果落过下去 煮锅 倒入糖 酵母 鸡蛋 高筋面粉 全部倒入 盖子盖上 融果洗了 速度3 慢慢转去 倒入煮锅 再放入盐巴 盖上 10秒 速度4 音乐响起 把盖子拿开 倒入煮锅 将面团取出一部分 只留小块在煮锅 然后把奶油放入 盖上 3分钟揉面剑 随时将面团更是丢 뿌�它们 这样的作用 刷的黏助 为了 一层做 完成 1个小块 1个小块 把盖子拿开 锅 锅 我们把面团蒸圆 我们把面团蒸圆 不如热圆 不如热圆 面团稍微螺圆 放进钢网 盖上保鲜膜 等着发酵 发酵一个小时 面团取出分割成三等分 让它排气 取出面团 我们从中间开始擀平 再往后 然后拉起 再擀平 我们拉起 是因为我的臂比它黏着 然后我们把它卷起来 清晰的 然后再做15分钟 然后卷 就这样 全部一起放进 涂水 轻轻打扣 火罗果图是吐鲁啦 快来看看吧 很松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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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